青蛙腿来了 长这样 感觉像椒炎加红烧 大家好 我们又来放毒了 突然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从来没有介绍过这一家 你别看它在抽水烟 我在喝鸡尾酒 但是其实人家是咖啡馆 我们当时来拍过好多次 但是好像从来没想到过介绍这家店 其实这也是一家连锁店 就我知道的 因为它应该不止这两家 Pasadena的Fire Oc上面有一家 Sauce Pasadena 然后这里Morovia有一家 所以今天先来介绍一下这半点 他们的Esperso绝对没有错的 用的豆子也是La Vazza的 杯子用的也是La Vazza的 对 不攻不过 不攻不过就是很好了 在美国Esperso 而且你看这挂壁 油脂 是很好的 所以其实我今天不是想来介绍这家的咖啡有多好喝 因为其实我们每次来最多就是这位点一杯Esperso 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开咖啡馆的主题也可以是水烟吧 有很多 你看他们其实他们是中东主题 他们的logo是个骆驼 首先这种中东传统的卡包 就是烤肉 其实它这里鸡肉的牛肉的羊肉的三文鱼的都有 它羊肉的还分新西兰的羊肉和本地羊肉 然后还有蔬菜色拉 对它这里有很多蔬菜 我觉得你的重点不应该是在这里 你的重点应该是在 关键是我们来过这么多次啊 平时不拍视频我们也来 我第一次发现它这里有三个特色产品 一个是青蛙腿 我想点个吃的 对 还有一个是安蠢 第三个是他们那种阿拉伯的热茶 其实阿拉伯的热茶很好喝 它这里面放了什么羊柑橘啊 埃及的羊柑橘橘 还有那个最关键是它羊柑橘里面还放了coconet 放了椰子 我就不知道这个茶里面放了椰子 还放了羊柑橘 还放了薄荷是什么味道 然后呢花哥刚刚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家店没让我包着头巾进来 已经很好了 你们可以完全听得到 现在这里面的这个音乐吗 包括我们现在 我抽了这个Hawker 对吧 这就是这里的特色 我们这里附近 其实有两家Hawker店 一家呢就完全是夜店形式的 它那个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十点开 然后开到凌晨两点 我也不知道它开个啥劲 那家店我从来没去过 因为那家店旁边就是个 大麻店 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妙的 那次我说的怎么在路上看到 看到特定去 就哪个家店旁边 还在这家 而且这家还有吃东西 就是平时像 它这种烤肉是非常好吃的 因为它店员一看就是阿拉伯人 他们烤出来的这种卡布 所以啊 我插两句无关紧要的话 就是我们其实对于 你说这算是清蒸吗 它都有清蒸标嘛 哪里有清蒸标啊 这不是清蒸标啊 什么清蒸标啊 这个不是吗 这只是阿拉伯文字而已 它算清蒸吗 不知道 它算伊斯兰吗 我也不知道 应该是清蒸 因为没有Poke 对 我也不清楚 但是好像对于女性进来 这个喝酒 诶不不不 世俗伊斯兰是可以喝酒的 对 没准备是要喝酒的 所以国上表达的意思是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国际上著名的那个冲突呢 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所谓的站队 因为我觉得我们 我们的根位薄荷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没有这个资格 这个资格甚至于就是 我连那个宗教信仰是什么东西 我都没有搞清楚过 更何况你究竟是看10月7号 还是看181坟建 还是再往前倒个一千年两千年 我们都搞不清楚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那今天因为我们在这么一个 塞阿拉伯的咖啡馆里面 然后呢抽着水烟呢 我这边喝着鸡尾酒呢 还有这什么中东的这种什么茶 就就我觉得世界还是和平比较好一点 对吧 你看像我们 Moruvia的slogan我说过了嘛 All American City 但是这里有一家这样的咖啡馆 老板和店员好像也都是中东过来的 其实我们这里中多人不少 不少这里有很多烟店 就是香烟店 其实都是中东人开的 对但是你不会去想到 一定要想到什么伊斯兰文化 伊斯兰教 你不会想到那些东西 包括现在在店里面的 似乎好像也和宗教信仰各方面 其实都没有关系 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美国 我觉得在美国可能更开放 对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看你看这个店员 这个店员我一开始以为是老墨 但是你看他这样的脸 明显的中东女人的脸 中东中东 绝对中东女人 但是这个中东女人 这个穿着 我靠 老墨化 不只是老墨化了 他可以穿的再少一点 我们就不拍了 你们自己想象 你们自己想象 就是一张中东女人的脸 然后也没有蒙头纱 也什么都没有 然后穿的好清凉的 你们就自己想吧 这就是美国对吧 对 我们这个只是胡说八道 大家不要介意 没有任何宗教形象的 没有任何意思 但是的确是这样 就是为什么要有那样子的战争 这个和这个和我们也不知道 这个该怎么样 我们也不知道 只是我觉得什么样的文化 什么样的美食 都可以在一片土地上面 可以被大家接受 对吧 包括也可以做成咖啡馆 没人说可不能做成咖啡馆 对吧 是你的梦想 你可以考虑将来去开一个雪茄吧 雪茄吧 我们这里有好几个雪茄吧 是什么黎巴嫩人 还有我看到有埃及人 他们开了 我甚至问过他们的 我说 伊斯兰教里面不是不能抽烟的吗 是他们告诉我的 其实世俗化的伊斯兰世界里面 酒啊烟啊都可以的 你不要太原教旨主义的那些 也都是没问题的 所以还是那句话 其实我们不了解 不了解 完完全全不了解 其实就像外人看我们东亚王 换样的 他们会觉得 哎你们中国人 韩国人 日本人不是一样的吗 其实不一样的 就像我们看他们这些 好像长得差了不多的阿拉伯人一样的 我就不说伊朗啊 我就说阿拉伯人啊 其实他们也有不一样的国家 不一样的国家 不一样的宗教派别 不一样的法律 所以造成了他们有些地方能喝酒 有些地方不能喝酒 有些地方能抽烟 甚至于咖啡 对吧 因为我知道 其实咖啡一开始阿拉伯人传的呀 对 有一个有名的那个阿拉伯的在那个 埃及的那种 对对对 在那个 铜湖 铜湖在那个沙里面 那个感觉好像这个咖啡会永远会烧出来一样的 我倒挺好奇 那个是什么味道 他们还有那个来算命好像 好像是哦 有的时候把他们用这个东西算命的 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这个地方 我们查查看 哪天有的话我们去看一下 这个电影我们已经拍过好多次了 这次第一次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推荐一下 如果你们到阿拉伯人附近来 旅游 因为毕竟离华人去近嘛 可以考虑中午实在没东西吃 或者想喝点东西 抽个烟可以到这里 他们也会有这种类似于happy hour 看到吗 很合算的 像这种hoker到下午三点到六点的时候 其实价格挺合算的 然后那个喝酒也是 然后我看到他中午的那个 12块 12块9毛9 价格也都是ok的 我决定了增加今天所有拍视频的成本 我一会儿点几个青蛙腿尝尝看 你说要不要点安全尝尝看 安全好像没什么样子 因为我不太会吃 It's not my business 随便你 还有那个茶我也来个吃吃看 因为那个羊肉的卡布 我在别的店吃过了 我大概知道什么味道 但是我很想知道 就是中多人烤菜的青蛙腿是什么味道 我一直以为这玩意只有中国人吃 我一直以为就 不 还有法国人 好呢 法国人好像也吃青蛙腿的 还有鸽子 天呐 哦 这个就是你的Hot Tea 他不是说有Coconut吗 这里面拿 哦有的有的 咦 哪里有Coconut 我拍一下给你们看 其实就是中东的那边的这个茶呀 中东茶都是这样的 Mint 他拿 胳膊就切当下毛嘛 切当下毛 然后阿拉伯的这个茶包 来来来拍一下 这个茶包 然后Mint嘛 我靠一股Mint 旁边还有Honey 应该不好吃 这茶包我只能说应该是来自于中东 青蛙腿来了 长这样 感觉像椒盐加红烧 是的 你试试看什么味道 就是椒盐加红烧 好像还有那种烧 他们烧烤酱的那个味道 迷迭香啊大蒜 对呀 他上面写着加这些东西的 这是我觉得 很多人不吃这玩意儿的 华人哪有不吃青蛙腿的 这家店有华人吗 我是说我们 看一眼啊 不错不错 以后你们可以来点啊 看不过瘾 还是要给你们看我怎么吃 是吧 是这样的 这个呢 秉承着这种西方餐饮的一贯的准则 就是它是先把它弄熟 然后呢再把酱滚在外面 对对 就跟我们吃的那个炸鸡腿是一样的 对对对 味道是可以的 它也是腌制过的 但是呢我就告诉你就是 还好它肉比较薄 而且比较嫩 所以呢你一会咬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酱汁其实就是到你嘴里去 味道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就是这种中东的味道 我对青蛙腿这件事情 要田鸡腿那个牛蛙腿呢 这个这件事情的概念 一般呢就是所谓的 什么水煮牛蛙 牛蛙火锅 要不就是椒盐牛蛙腿 这种这种偏红烧口味的 他给我们倒茶 其实没意义的 我们华人吃这个东西 直接上手的 他给我们这些餐具是没有意义的 还有它和我们的烧法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华人这基本上就是直接烧 对不对 它其实是油炸的 炸透着 所以它是脆皮的 炸透之后才把这个酱 裹到外面 你看 你算你有一个大厨赵母娘了 他每次烧牛也都先炸的好不好 对 它不是炸成这个样子的 那是没裹粉的 这个味道推荐 而且酸溜溜的 一点都不觉得腻 我觉得你可以打包一个sample给你脏母娘子 但是呢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它和很多西式餐也有点不一样 其实西式餐也很多都会配主食 这个明显就是小吃 你看 只要是这样上来的 对于西方餐也有 这写着就是小吃 就是小吃 就是给你过过嘴瘾用的 你鞍唇还打算点吗 不点不点 不点 我估计这个鞍唇跟这个 它一个味道 还有 这个不是冷冻的蛙腿 这不是冷冻的蛙腿 它现刨的 你吃以后就知道了 很juicy的 难得我们说这种小吃好吃到 可以 让我试试它 但是有一点 自说自话总裁说龙虾一样的 在他们语言里面只有Frog 他没有说是田鸡还是牛蛙还是青蛙 昨天自说自话的总裁 讲的不是狮子吗 那就是去年 反正他说过一期 就是英国人怎么忽悠人家 吃那个叫什么 波士顿龙虾 其实波士顿龙虾 和真正的龙虾不是一回事 但是呢 因为英文词汇里面只有Lobust 这一个词汇 所以他们就混用 其实波士顿龙虾很不值钱的 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 我估计这不是牛蛙腿 没有没有 这100%牛蛙 这不是田鸡 然后呢第二呢 他这油里面炸的时间很长 他的整个肉都炸酥了 对 但是他的肉还是很Juicy 然后呢 他是腌制过 所以他本身的那个椒盐味道 是在这个里面的 最后再撒一层这个所谓的酱汁 真的很推荐 如果你们下次来这家店 试一下 试一下 真的吗 32块钱 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这个菜 还行 还就作为小吃呢 稍微有点贵 作为主食呢 他也不太合格 对 又吃不饱了 还有我们本来中午想去拍另外一家 就是我们以前拍过的 就是叫什么鸡飞蛙跳什么的 对对对对 但那家倒闭了 不 你不能说倒闭 可能就是换老板 换东西了 他现在换成了海鲜 海鲜小火锅 我也会去试一下 听说东西不错 但是他是晚上开 中午的 我们就没地方去了 所以 如果你要吃青蛙腿 好像这家可以试试 就像这样 拜拜 拜拜 我一定会去看 再次看 我需要吃青蛙腿 这家里也就寻找了 我需要吃青蛙腿 然后再次看 因为你会去看 我需要吃青蛙腿 因为我可以吃青蛙腿 好吃青蛙腿